如果一个公司要搬家的话 他需要注意什么的问题啊 公司要搬家吗 跟搬自己家里一样的呀 如果信佛的话 把佛台先搬到新的地方呀 公司里头没有佛台 没有佛台就怎么搬了 你是问我全学方面的问题 对 很简单了 注意哪些 先把那个地方 登开 不要节省店 通宵开 至少开一天一夜 明白了吗 明白了 第二 先搬几个写字才进去 好的 好像要有点人气 先贴一点画 贴点山水画 明白了吗 要水流动 山座靠山 就可以了 白天开窗户 晚上把窗户关起来 派给人每天聚一次 聚聚人气 这叫 明白了吗 灯光亮 明白了 叫前途无量 明白了吗 好的 好 谢谢师傅 什么都不懂了 我们要选日子 你们选日子 要不要选日子 不要选日子 就礼拜六礼拜天 搬过去就可以了 礼拜六更好 礼拜六更好 礼拜六也好 礼拜天也好 礼拜六礼拜天 为什么这么好了 六 六六大顺 天 全日 一个日子就是一个全日 明白了吗 对 日全时 日本身就是个太阳 太阳就是光芒万丈 所以为什么人家到星期六星期天 就特别开心啊 放假了呀 放松了呀 就这个道理呀 是 好 好 谢谢师傅